1月26日,恰凡能力真月初五 女星杨子在社交平台发文 随拍照片写下出五赢财神 这是激秧式春晚亮相后 首次在网络更新动态 瞬间引发粉丝点赞祝福 此次发布随拍照片的杨子 在画面中紫色毛绒上衣搭配白色时尚白马甲 头戴黄色针织帽搭配运动系长裤 在画面中活力满满净显动感 虽然戴着黑色口罩亮相 但依然能隔着屏幕 感受到杨子强大的气场 及自身丧发的光环魅力 如今人气爆棚的女星杨子 对于事业的安排可谓档期满满 此前接受采访时曾对外透露春节的安排 趁演完春晚节目后 会先回家与家人共度出心 而初一则还要马不停蹄 赶往剧组继续拍戏 努力和积累是杨子给自己 2022年的概括和总结 在杨子看来 自己的努力就是正常 因为大家都很努力 而这种努力并非优等身狂写作业 自己也会偶尔开小差 比较喜欢享受生活的他 我决定做一件事的时候 就会把他做到极致 而关于2023年的新计划 他希望自己的新剧长相思 能够顺利与观众见面 并且能让大家喜欢 更希望今年多拍几部作品 带给大家 却悉 2023年兔年春晚的收视率 设置几乎接近24% 明显高于2022 2021和2020年的春晚收视率 而令人意外的是 收视率分值出现于 杨子 王宝强 王宁的小品 马上到 有人猜测该小品之所以 在众节目中脱颖而出 与其播出的时间段 9点50分左右有很大关系 但是杨子的众多粉丝 则在网络上力挺偶像 趁杨子是北京人 春晚现场是他的主场 小品这么短的时间里 要调动观众的气氛 这与演员的亲和力是分不开的 王宝强和杨子 可谓是终身代和新生代演员里 最有观众人的 从傻哥和小雪开始 观众们见证了他们 一个又一个角色的变化 他们的脸一出现 三岁小孩和冒蝶老人全认识 这样的全民熟悉度的男女演员 可能就是他俩了